明明已婚 但看到比自己年紀小的男生 還是會行動 會會會 你是爛人 憑什麼爛你這樣找喊 哈囉大家好我是迷路DADER 身高183水瓶座 最近呢因為我的頻道來了很多的來賓 開始呢就出現一些怪怪的留言 就問說 請問迷路你要請這個誰誰誰 是要花多少錢啊 請誰誰誰 給他多少通告費他會來上節目啊 沒有這種事好不好 我沒有給任何人的通告費 但你們要叫我來賓型Youtuber 我覺得也是一個不錯的封號 你們有沒有想過 大家願意來可能就是因為 可以透過我的頻道展現他們不同的一面 所以大家很喜歡來上我的節目 因此呢迷路的頻道來賓 沒有極限 只有更強 今天又找來了一個 我自己都覺得有點扯的人 他是 OK在進入下一段之前呢 如果你還沒訂閱米露的Youtube頻道的話 記得先訂閱起來 再把影片繼續看下去喔 嗨嗨 嗨嗨 大家好我是安心亞 你這個新歌非常的猛啊 叫做 來追我男友吧 來追我男友吧 怎麼會鼓勵大家來追你的男朋友呢 因為我沒有男朋友啊 在戀愛的時候可能會有 異性來接近你的另外一半 然後怎麼處理 通常大家都會有一些負面的想法 就是說 我是不是沒有他漂亮 或是身材沒有對方 好 就我覺得那些都是比較負面的東西 他會讓你整個人的氣場跟給男友的感覺 就是會變得怪怪的 然後反而會影響到你跟男友之間 或女友之間的互動 所以就要告訴大家要 夠有自信 要愛自己 就是不要害怕 但到底誰敢追你的男朋友啊 如果有的話 有自信的人都會想追吧 喔 那說真的 萬一如果你在路上撞見你男友跟 疑似小三的女生 你會怎麼處理 我覺得以前 我會躲起來 你意思說看到這樣 然後自己閃退 我會閃退 因為我會害怕 失去 如果我今天 讓他知道我發現了 對 可能他就會選擇別人 所以我寧可不要失去 我也不敢講 但是現在我可能就是會 大方的 出現在他面前 但我也不會說他是誰 就是我只會跟他打個招呼 就是 嗨 就是你怎麼在這裡啊 哇 讓他知道我看到了 但我也給你面子 哇這個是一個非常高竿又成熟 真的嗎我很成熟嗎 帶殺傷力又不失禮貌的一個處理方式 嗨 怎麼在這 沒事我先走了 男生已經嚇死了 第一題 最近發現男友跟一個同事有點曖昧 有沒有什麼有禮貌 但又有殺傷力的方式可以擊退小三 跟你主管講 不如就是 當他 透明 不要因為這樣子而影響到你跟男友之間的相處 對啊因為我覺得這男生夠愛你的話 他不會被別的女生誘惑啊 對啊如果真的被誘惑就代表這不適合你 當然就是 你要放他走的時候會很難過 那沒關係就哭一哭嘛 反正就是 思念又不是第一次 這倒是啊 對啊 我到現在什麼事沒見過 真的 這種痛還好而已 要不要害怕受傷 好勵志 很棒 我也是這樣痛很多次來的 第二題 請問安信雅 什麼原因吸引你不踏入 非單身的關係 找不到啊 當然也是會有一些不錯的對象 可是可能在前期的時候就覺得好像 不是那麼適合 像以前的我可能就喜歡我就衝了嘛 後來我就覺得我不能再 一直這樣下去 就是你把心交出去 其實是 要收回來是很難的 所以如果我覺得這個人 不是 理想中的那種樣子 或他也不是認真的話 我就不會 把真的心交出去 我就寧可就是 當朋友就好 然後 寧可單身 譬如說我單身了那麼多年 可是我看到我朋友 就是有時候 他們還不知道自己真的心裡想要的是什麼 然後去談戀愛 但他們談戀愛的過程反而也沒有那麼開心 對啊 我單身好像蠻自由 我還反比較快樂 會覺得他們好像在浪費時間 你也不知道自己要幹嘛 對啊 對啊 他談戀愛也沒有特別甜蜜 也沒有特別幸福 然後每天都在哭 然後懷疑他的男朋友 怎麼樣怎麼樣 那也是很煩 這一題是 請幫我 罵醒我自己 鏡頭是渣男是不是 導演先給我一句 第一句開頭 一句 我就爛啊 怎麼樣 誰叫你要愛我 你就爛 你這爛人 你都不怕你未來生的女兒 你那女兒去外面被人家 玩的時候你心情怎麼樣嗎 那個女生也是爸媽 從小都爛心心苦苦癢 憑什麼 你這樣早喊 他給你壓力很大 很精彩耶 你剛剛是錄戲還是真的謝忽 沒有啊 我就介紹我玩 有沒有判斷 跟這個人適不適合在一起的方法 譬如說他有一些聚會的 跟著去看他的朋友們 對對對 看朋友很重要 然後漸漸去了解他的價值觀 譬如說你跟他只有單獨 這樣碰面的話 其實 能了解的 只能就是在 你們聊天的過程 可是你可以看他對朋友的態度 我前陣子剛好拍了一集 遠距於戀愛 然後我就在裡面說 當你遠距於戀愛的時候 其實你看不到這個人跟他朋友 還有跟陌生人相處的方式 其實你會確認很多觀察他的方法 所以有時候 其實有點危險 你不知道這個是不是裝著一個他最好的樣子跟你相處 然後實際上他可能是 跟別人相處的時候是另外一個樣子 對 看朋友非常重要 真的 請教我好好跟對方分手的方法 大聲 的那種 其實都是企劃 就是真的很冷靜的跟對方溝通的時候 就是代表 我就真的要分手 然後我覺得最主要的是要跟 自己和解 才有辦法 真的跟對方 分手 才有辦法真的祝福對方 未來會更好 好下一題剛好問到你痛的地方 好 這個觀眾說我最近遇到渣男覺得操 所以 想請大家分享有沒有什麼 比我更衰然後更渣的事情 可以讓我心境稍微好一點 要我分享嗎 嗯 畢竟我沒有遇過渣男 對 對齁 我在 對方的家裡面 發現了 一串手環 一串喔 跟一隻假睫毛 一排 一排 然後我就說 這個是誰的 然後他就說是我的 然後我就想說 我有這個手環嗎 而且我好像都沒有黏假睫毛來 然後 我在想半天他說真的就是你的 他講到 催眠 然後我想說 哎呦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 我還下去樓下幫他買那個 我還記得是摩斯漢堡的紅茶 然後 我去買紅茶路上 我突然覺得 不對啊 那個好像不是我的 就是會覺得我如果把這個東西丟出來問的話 會吵架 吵架又會 他又要就是跟我分開 我就不想分開 對 我就當時就覺得 反正 我就是 待在那個狀態裡面 當我有一天我醒來了 我不愛你的時候 自己走 好 我懂這個邏輯了 對 我自己好的時候我再走 但我不要去吵架 對啊 所以我覺得就是 如果你真的還愛的話 那你就繼續待在裡面 反正這種一天你自己會自己醒來的 但我如果現在在遇到同樣的事情的時候 我不會這樣子 因為以前不夠愛自己 就會委屈自己在 不對的感情裡面 但是現在我覺得 我不能再讓自己受傷了 如果對方再有什麼 人家跟他說晚安對不對 就去晚安啦 你們就在一起 百年好喝早 保證櫃子啦 怎麼了 沒有沒有 不知道怎麼收 不知道怎麼收拾這個狀況 有沒有什麼可以維繫尊嚴 可以 但又可以讓男友投降的撒嬌的方式 可以教我 你問這個 讓我有點難過 為什麼 我已經單身這麼黏了 我不知道撒嬌是什麼 我知道了 哭 我覺得那個哭不是那種吵鬧的哭 就是那種 沒關係啦 好啦沒關係 然後眼淚就這樣 含淚這樣子 然後 牽絲又丟了嗎 又丟了嗎 沒有沒有 沒有 很累也不想演 就是那種狀態 然後男生就是會覺得 就是會 不知道該怎麼 然後又不想讓你哭 你哭的時候他會心疼 對他就會投降 然後給你撒嬌 然後就安撫你這樣 對 但如果真的你哭的時候 對方 不領情那種 就代表他不愛你 啊對啦 那也沒有什麼好相處的啊 對啊 因為你真的愛你的人是捨不得你哭的 對男生通常會覺得 真的不小心讓女生哭了自己也會自責 然後就想去安慰他抱抱他這樣 其實你不想哭 但眼淚就是不爭氣的就要掉下來 對 就是這樣 哇這個境界非常之深 喔這題有點尷尬 太尷尬 跟前男友是 同事 然後跟前男友分手了 好嗨喔 但每天還是會在辦公室見到 如果宇宙讓你們安排在一起又會天天見面的話 就是要讓你 真的跟這段感情和解 哇 對如果你和解了你看到這個人就完全沒有任何的感覺 對 反而會希望他開心 我今天很像還被你開刀的一人 喔真的嗎 對啊 自己講講覺得我講的其實蠻有道理的 真的蠻有道理的 接下來這個問題來自一位 已婚的女性 我收到這個時候蠻嚇到的 她跟我說 米露米露請問明明已婚 但看到比自己年紀小的男生還是會 行動 該怎麼辦才好 對我也會 你已婚 你不是在線上遊戲結婚而已嗎 對啊 不是啊 就是我覺得欣賞美的東西或欣賞好看的東西很正常啊 就是如果你已婚 你覺得有一些 在心動的話 那就心動啊 但不要行動就好啦 在犯罪之前 都不算犯罪 對啊你只是想而已啊 請問愛心啊認為 20歲的 你跟30歲的你 在 談戀愛上面追求的事情 有什麼 不一樣的地方嗎 20歲的我比較是 處於 喜歡就 充的人 就我不管這個人 有沒有給我愛 沒有給你愛有無所謂 對 因為我就覺得我只要擁有這個人就好了 就我會覺得只要我單方面的給予 就好了 但現在 我覺得我必須要我給予的時候 這個人也要 同樣的付出 就是我覺得我一直以來的 愛情 觀 我自己都蠻勇敢的 可能有遇過一些 挫折 或者是 受傷的地方 我不會因為那個傷害 而影響到 我 接下來 對愛情的想像 嗯 對對對 就是不怕受傷 哇今天很勸勢 很多很好的觀念 因為我會讓自己希望可以 讓自己活在 當下的快樂 就不要想到未來會不會怎麼樣 或是 過去會有怎麼樣 對就是享受當下 每一段戀情都是獨一無二的 不要讓過去的自己 束縛 對 現在的狀態 再來呢 我們要請安心亞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次的專輯 嗯 睽違四年 對 四年 好久 對然後這張專輯就是 叫做愛得起 他一樣就是想要告訴大家要愛得起自己 遇到任何挑戰的時候都可以無所畏懼 80%都是舞曲 喔 都快歌那麼多喔 哇 對因為 這樣比較貴 其實真的都要蠻多錢的 真的謝謝唱片公司 謝謝環球爸爸 跟我這樣子幫我玩 跟我玩這樣 然後他是 我第一波是來追我男友 然後第二波是愛得起 他是 歐美的EDM 電影許風 對 你很會跳呢 喔也是有在認真學的 而且那個腹肌很厲害 腹肌是因為愛得起 這支舞其實是算高難度的 有氧律動 他每一個節拍 都編滿了 律動 就是你沒有要 任何喘氣 讓我來為你聽聲變成反派 稱這支舞叫 窒息性舞蹈 那這一次有沒有安心亞自己 最想推薦給大家的歌曲 我覺得 臉盲症我也很想推薦給大家 臉盲症他就是 很像在講我 但也很像在講很多女生 對於沒自信這一塊 的問題 就譬如說 我常常會因為網友跟我講說 按下鼻孔是不是太大了 他腿很粗或什麼的 沒有跟你講 真的沒有 沒有大 蠻大的 就是會越來越沒有自信 但我後來就是 改變這個想法 我覺得這是我的特色 就是不管什麼樣 那些缺點 都是自己給自己的 就是你可以把它當成這個優點 每個人對美的定義都不同 所以臉盲症大概就是在講這些 就是我們一定要對自己 很有自信 我覺得 你這個專輯呢 非常切合今天的主題 跟你整個人 在今天講的內容呢 是完全屬於 言行合一的狀態 對啊 真的 最主要就是強調 要 對自己有自信 愛自己 其實不要太在意 你男朋友怎麼樣 別人怎麼樣 那些都是 讓你變得沒自信的 一個部分 對而且我覺得要多 聽自己 心裡的聲音 跟自己相處 看完這支影片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也可以去聽聽安心亞的新專輯 百分之八十 都是無曲 對看MV啦 看MV啦 對啊幫我看一下啦 瀏覽這邊衝一下這樣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米露的Youtube頻道 然後可以看戀愛QA的播放清單 記得支持安心亞的新專輯 謝謝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囉 拜拜 罵爆渣男喔 罵醒朋友 好我罵爆渣男 罵爆渣男 好 怎麼罵爆 爆 對不起 嚇到你了是不是 對不起 你耳機可能要不要先拿掉 我等一下 罵的時候 很大聲 不要 說